想问一下林卫文医师 就是说 所谓的我们的 台湾医院的心脏内科 林卫文医师的主任 想问一下为什么 就是 其实今天 我们看到 其实他哭得蛮难过的 就是 李亚平哭得蛮难过的 是因为就是 爸爸 就一天太担心了 所谓的就是 应该是说 他太担心 愿起的癌症已经扩散了 也就哭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究竟 为什么会这样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李亚平今天有提到 他的症状 我们的CG图可以出来以下 就是他中风住院的症状 一开始的时候 是右眼中起来 然后而且不平衡 然后另外是一边高一边低 右手右脚都抬不起来 因为其实在之前就是 台北市副市长 就是那个蔡副市长的时候 他也是手抬不起来 然后抓东西看不到 然后右眼 好像大家都说 好像就是你左眼右眼 已经有那个歪斜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是代表有中风的状况了 再来看一下 因为他一直不想去医院 他一直不想去医院 最后是已经越来越严重 大概两三天 那大家包括他的儿子 预伤圈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况了 就是爸爸状况已经越来越不OK了 其实到龙肿检查之后 就逼着他去龙肿检查 竟然发现 我们看第二张CG 就是后颈有两到三条的血管主射 另外呢 左脑跟这个 左脑后面这边有血块 血块了 已经有血块主射 所以必须住院观察一周 那这个好像简称叫小中风 所以小中风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中风 有分一般的中风跟小中风 那其实小中风 他正式的血缘叫做暂时性的脑缺氧 那所以有人叫他是小中风 那一般而言我们的 中风的定义就是说 他有局部的神经学的症状 那持续超过一天以上 这种就叫做一般的中风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风 那如果是暂时性脑缺氧的话 就是他在20小时之内 他会恢复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 那个血块他可能要塞不塞 就是可能血管还是有点血流过去 这时候他的神经 也真的会反反复复 他有时候可能会 经过治疗他会慢慢比较好 而且他自己也有可能 自己会恢复 例如他当初来的时候 他可能是有一些症状 例如他刚提到眼歪嘴斜 或者是有一个肢体一边的偏瘫 就是一边无力 或者是讲话大舌头 然后就是流口水这样子 吞咽困难等等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如果他越来越严重 看他是不是有持续下去 如果超过了一天的时候 他还是越来越严重 还是持续的 永久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一般的中风 那如果他有慢慢改善 或者是他自己会改善 这种就是叫做暂时性的脑缺氧 那这种暂时性脑缺氧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人 会讲他是一种小中风 所以有一些中风是 小中风他可以恢复的 有些人是中风他不自知 我们曾经在临床上看到很多 他其实已经中风过后的病人 去做脑扫描之后他发现说 他以前一个成就型的中风 所以他以前已经中风过了 所以你问病人或是问家属 他们会觉得很惊讶说 我以前有中风过竟然不知道 但还是有一些中风 这种合成就是像小中风 其实今天看到余天 就是太太李亚平出来 有担心就是说 他好像每天就是只睡五小时 因为担心女儿愚愚愚急 这睡眠 然后还有就是说 可能小中风的状况 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 夏天的话血液的浓稠度 是一个禁讯 虽然小中风 他是这个暂时性的脑部缺氧 甚至就是你可能只是觉得 症状发生时 好像只要休息五分钟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我只是太累太忙 就没有注意 可能余天是这样想 他就想说不想去就医 因为已经两天了 最后是被他的儿子余祥犬圈 就是说 爸爸你这样不行 眼睛都已经有那个状况了 然后已经眼睛看不到 就真的是小中风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缺血性中风 出血洗中风 跟小中风的不同 基本上我们的一般的中风 来说的话 分成两大的一个就是 我们的梗塞 梗塞型中风 就血管堵住了 梗塞了 这个就是梗塞型中风 另外一个就是血管破掉 破掉出血 造成出血型的中风 那通常比例大概七成 比三成左右 就是梗塞型会比较多 那出血型会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他们排名第一名 诱发的因子都是高血压 都是高血压 所以不管中风 它是出血还是梗塞 都是高血压引起的 那什么时候会产生血压 会高呢 基本上就是 平常大家非常清楚 当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情绪波动很大 对 就有朋友说 很气这样子 很气的时候就飙到200 对对对 常常会有听到 有一些政治人物说 我气到我头很痛 我要吃血压要 对对对 这就是高血压 就是血压会突然上升 另外一个就是太累 太累 就是你可能几乎没有休息 我们就之前一些研究来说 很多过劳死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造成 太累 血管的问题 他可能觉得说 我只是 就像小中风 就刚刚提到 就是说 就是累啊 五分钟休息一下 睡一下就好了 没想到 其实是中风 对 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压力 压力造成 或者是日月做起不正常 对像立委余天 就是这个 我们中医界的大哥大 他就是说 他每天只睡五分 五个小时 一定是在担心 自己的女儿 癌症的状况 对那 现在我们要如何避免 自己这个有 这个出现 小中风的这个情况 基本上就是说 刚刚林医师也 特别提到说 中风最常见 不管是梗塞或出血 都是高血压 阴气的最多 那高血压 要引起血压波动 就是情绪压力过劳 日月做席颠倒等等 所以你要避免你的血压 有一个剧烈的波动 基本上 除了你本身有高血压 你需要用药物控制之外 另外的 林医师也教大家 就是说 其实要保持心平气和 然后不要过劳 这好像蛮难的 对这是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你血压高 一定要好好的控制 所以其实医师都 跟大家讲说 其实要控制你的血压 你要不择手段 什么叫不择手段 当然是最快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吃药 降血压 对降血压的药 低血压可能还没有药可以吃 对 低血压其实临床上 我们用 因为我是低血压 低血压是比较难治疗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药物 好的药物 平静上的有人会去打坐 冥想这些 只要你要任何的手段 让你的血压可以平稳 降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高血压 引起了并发症 包括了脑中风 心肌梗塞 血管的问题等等 所以血压的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我们其实提到 有一个就是 我们先提一下 在中风风险 有一个评估表 叫ABCD2 对那没关系 我们在上这个 请医师解说之前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 那个CGE出来一下下 就是其实有所谓的中风 有几个症状 有八大点 对 可以我们就是CGE 可以CUE给我们一下吗 单侧扫部分是双 有大 这字有点小没关系 那个我们可以把 那个我们的框可以 就是我跟医生的框 先开掉没关系 我用念的 单侧扫部分的 这个双侧的手脚或脸部 突然发麻或无力 出现口齿不清的现象 微笑的时候呢 无法牵动脸部的肌肉 造成歪斜 对 讲话的时候呢 突然觉得脑袋不清 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 这应该不是脑雾吧 对不是 不是脑雾 好 这个我特别就是有看到 双眼或者是单眼 视力模糊 这个就是立尾于天 他这次有发现 就是他发现说 他眼睛看不到咯 对 走路的时候突然晕眩跟头痛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可能我们夏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突然 冷热之间的关系 造成你的血压收缩 然后浓度很高 然后就整个就冲上来了 好 另外一个是 原本开车骑车的技术 没有问题 但是在转弯或倒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会判断失准 好 性格突然变得很暴躁 记忆力下降 这个虽然说小中风 跟这一般人害怕的出血性 脑中风不同 但是不会当场昏倒啊 或死亡啊 但是呢 这是最常见 也是最被容易忽略到的 脑中风 发生率是脑中风的五倍 而且因为症状非常的轻微 就刚刚讲的 可能很累啊 很想睡 对 那比起其他影响 手脚功能的中风 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会影响我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认知功能 或者是说 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 那所谓小中风 刚刚有提到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像是 有些人是不是已经有 脑中风的危险因子 就是像是肥胖啊 三高啊 抽烟喝酒 或者心血管疾病 所以一年内 如果再发生小中风 或是中风的几率的话 达到20% 比平常人是增加了 4到5倍 如果自己是高危险因子的话 尤其是大于45岁哦 快到了对不对 就应该定期做所谓的脑部电脑 断层扫描 追踪自己的身体专务 医师是不是这样子啊 基本上刚回到刚刚的中风的评估表 我要跟教大家讲这么多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局部的 神经学的缺损 例如你可能就是有单侧 不会是全部都无力 那如果全身无力 那个就比较不像是中风 它是单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中风的时候 可能就是针对那个血管堵塞 或者是它的脑出血的时候 它是压迫到脑失者某一个区块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它就会造成一个相对于脑区块 脑的那个区块 它管哪里就哪里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我们脑 大脑它有分这个肢体语言 或者是有一些像视觉 所以当你的梗塞的时候 影响到该区的时候 就会造成那区的症状 而且那个区域是局部型的一个症状出现 所以例如在脑中风医学 都会教民众是FAST FAST 中风就是最快 FAST的一个口诀 F就是我们的FACE 就是我们脸外嘴穴 对你会看到明显的 你看笑起来有一部分 它的嘴角是往下掉的 就是它脸部的肌肉不协调 这个也是有可能是有这个问题 中风的问题 A就是arm 就是我们的手 你叫它举手 我记得那个时候副市长中风的时候 柯P叫他说你先把你的手举起来看看 他举不起来 就是arm 里面就是他的手 手没有办法举起来 就是一边的手 不是两只手举不起来 是一边的手 大部分都是单侧 一边的手举不起来 那S就是speech 就是我们讲的言语 你叫他说你好大家好我是谁 你说你是教者名字你自我介绍 他讲不出来 有时候他伤到语言区或是理解区 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讲话都很OK 突然你问他他没有办法回答你 或是回答你 根本不在回答你的问题 那这种他理解区受到我影响 或者是他根本影响到他的一个 一个语言的发声 他讲话就大舌头这样子 或是他有一个眼歪嘴斜之后 然后变随之后流口水情况 或是没有办法吃东西吞咽困难 这些都很危险 然后at就是time就是要越快越好 因为如果是梗塞情中 黄金三小时之内 还可以用血栓融解去把血管打通 他预压会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看到 有一个人突然他的整个状况改变 就是有单侧轻摊或者是FAST里面的一些症状出现 局部的一个脑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些肢体 或者是一些语言各方面的这个缺损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他可能就是中风的症状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FAST 上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副市长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柯P就有讲到两个症状 他马上判定中风原因就是 他有问这个副市长说你手举不解决起来 然后他举不起来 然后他有问他说你讲得出话来吗 他就摇头 所以柯P因为自己是医生嘛 他马上就知道说他是中风 所以就赶快去送了 然后刚好又赶快送回来医院这样子 所以有及时啦 然后赶快就是送医急救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自我的中风风险疲估表 ABCD2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其实有一点点的困难 请医师来解释一下 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评分 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 摄影大哥可以我们录音一点点吗 对对对 就是说ABCD 其实我们很多都中ABCD 为了方便好记 这个就是说ABCD 像是我们做急救的时候也是ABCD 那A其实他就是H 第一个就是年龄 年龄就是说年纪越大 他的风险越高 所以他的分数会比较高 那第二个就是B 就是Blob Pressure 就是我们讲的血压 当然血压越高 他的预压越差 他的风险越高 那C的话就是Clinical Ficture 就是我们讲临床的表征 刚刚特别主持人有提到的 就是单侧无力啊 或是有出现一些肢体无力的状况 如果比较严重的分数就会比较高 那第一就是我们讲症状的持续的时间 那我们看到余天大哥这个案例就是说 他的症状好像有时乎有改善 那其实有改善的话 他持续时间如果没有那么久的话 当然他的预后会比较好 那第一就是Diabetes 就我们讲的糖尿病 其实糖尿病的患者 比较容易诱发大小血管的病变 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 三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于那个所谓的中风 对我们讲的三高 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高血糖就是糖尿病 有糖尿病的分数比较高 如果你有高血压 当然是血压本身就高了 它本来就是出血跟梗塞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因子 那高血脂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胆固醇高也会造成血管的周壮硬化 所以血管就可能容易狭窄容易阻塞 那狭窄阻塞的血管就容易产生血栓 就容易产生血管堵塞 如果在心脏就心肌梗塞 脑就脑中风 那周边血管就是周边血管疾病 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子 中风可能也有一些像是心脏引起的中风 就是例如心律不整 或心脏衰竭引起的一个血栓到处跑 这种的意思叫酸子引起的中风 这种是比较危险的 那常常也是构成脑中风 或是肠中风 眼中风 脚中风等等 很重要的这些塞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中风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三高的病人 基本上他的血管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他本身就是一个血管堵塞 血管事件的高风险的病人 于田大哥呢 他就是传出中风的状况 那现在后来你可以看到就是 李亚平哭得蛮难过 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老公太操劳了 又一边要弄选举 一边担心所谓的余愿期的这个癌症 好像就是已经全身都穿开了 然后呢每天呢只睡五个小时 症状呢是怎么样呢 天气很热 结果呢在心力交税之下 他们自己的家人看了以后 就右眼先肿起来 肿起来之后呢 右手右脚就所谓的按 抬不起来 然后呢最后呢眼睛也看不太到了 对所以呢就是基本上 看到医生检查之后 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后颈的血管 有两三条就是血管阻塞 然后所谓的左边的脑部也有血块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听起来 不知道我在外面 我自己是个外行人 我觉得这样立起来是有点重 有点严重啊 怎么会知道小中风迹象 但在吃了能血的药之后 血块已经慢慢的化掉 不过现在开始呢 是要观察一周的时间 对医师我们就是可以问一下 就是这个所谓的血块量 产生调解血管阻塞 到底严不严重啊 对首先如果中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理学检查 跟病史询问知道 他可能是哪个脑出问题 脑的哪一边出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像是右手的部分的偏袋 可能就是左脑 他是对侧的脑伤害 那梗三型中风通常 血管就是有血栓阻塞 他可能是完全阻塞 或是半阻塞 都会引起这些症状 那我相信说这个的血块 可能可是没有完全塞住 这个脑血管 他的血管可能有一部分 大部分都被这个血栓堵住 但是他还是有血流可以过去 这时候通常对脑的伤害 是比较少的 通常他还有恢复的机会 就是怕他完全堵塞之后 他的脑的细胞缺氧的话 他就会坏死 那如果时间拖了越久 就越大范围的不可逆的坏死 那这样子都会影响到他的预后 跟他之后的一些功能 肢体的功能都会严重的受到影响 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提到小中风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像蔡富质早 是另外一种的 就是 对 是另外一种中风 这两个有什么 跟所谓的出血性中风 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看一下CG图好不好 这个CG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还没Q出来没关系 我大概讲一下 小中风跟出血性脑中风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是影响手脚功能的这个中风 第二个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的 这个认知功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就是导致血管性的失质 对 可不可以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到底 为什么所谓的这个缺血性中风 跟出血性中风 跟小中风到底有什么差别 因为好像都是中风 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 很多人最近在夏天的时候 您刚刚有提到 在我们进化妆间之前有提到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诊间 也遇到非常多的中风 然后最近被送进来 到底是为什么 基本上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中风 它其实分成两个中风 就是出血性中风跟所谓梗塞型中风 那出血性中风 基本上就是血管破裂引起的中风 梗塞型中风就是血管狭窄 阻塞的中风 那为什么夏天的时候 比较会有梗塞型中风 因为当我们的血管可能周壮硬化 就是血管有阻塞的情况 这时候呢 当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热 所以我们会大量的出汗 出汗之后 我们就会身体呈现比较干 比较脱水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 血液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五的 几乎都是水构成的 就是说你水缺乏了之后 你的血液就比较浓缩 比较浓稠 所以你还试想说 如果你血管本身 就有一些周壮阴瓦 斑块跟狭窄的时候 当你加上你这个血液 它流动又非常的慢 因为比较浓稠 所以它就容易产生所谓的血栓 产生一些血液没有办法流动的很顺 循环不良的情况出现 这时候就有脑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 这时候就会容易发生所谓的脑 脑的梗塞的中风 所以说像副市长的那个中风 是真的比较危急 对 那一般来说我们梗塞型中风 跟初血型中风 通常都是初血中风 会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牵扯到血管破裂 破裂出血之后 它可能短时间的出血量很大 那因为它出血之后 它有一个压力 它会压迫直接 压迫这脑的食指 所以你的脑好像有点是被压扁的 这样子被压下去 所以它的臭伤的范围更大 另外一点就是它比较麻烦是 它会增加颅类的压力增加 就是因为你出血之后 它的 你因为那颅腔 我们的那个头颅 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以当你的出血一直 占据了一些空间之后 它会脑的压力就会增加 脑的压力就会产生 脑的严重的水肿 甚至它会把它压迫 压迫到造成比较严重的脑的伤害 好 我们可以看到夏天脱水 更容易中风 原因是为什么会跟冬天一样呢 因为刚刚医师有提到 夏天容易就是流汗 导致水分就是过度的流失 让血液里面的这个浓度 变得更浓稠 然后可能就是导致堵塞血管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冷气 因为我们最近都说 很热很热就酷热了 今天才稍微就是温度这样一点 很热 让它催忍器造成室内跟室外的温差 这有一点就像我们中医说的 那个叫做热中暑 就是那个等于阴暑的概念 但这个呢也会造成中风 因为它造成血管收缩 就像我们就是可能 就是热中暑的时候头会很痛 对 那这个头会很痛 是不是也代表一种 你自己如果你的脑神经 有点不OK 其实你要自己要留意一下下 其实很可能都是血液太过浓的小中风 对 那么其实夏天脱水更容易中风 然后这我们刚刚用两个方式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说夏天中风几率跟冬天是一样高的 是因为为什么刚刚提到的就是 血管内的水分已经散湿了脱水了 血液变得很浓稠 很浓稠的时候因为血管它就流动很慢 所以它就变成容易产生血栓 所以为什么很多就是预防中风的 或是有些中风的病人 所以医师会处方这个让血液变得比较稀的 抗凝血剂抗血栓的药 那血管血液就变得不会那么浓稠 甚至我们在中风的治疗上 我们一开始急性期会给它大量的输 大量的一个输移的输注 给它打点滴一直给它打点滴 就是要维持血液不要那么浓稠 另外的话让它循环变好 所以基本上在中风的一个夏天的时候 如果万一你脱水了 血液没有办法流动的很顺的话 就容易产生血栓 就容易产生血氧跟中风 那其实另外一点就是说 当你从外面很热的环境 你进到室内就是冷气你开得非常强 假设你室外是37 38度 你室内你是22 23 中间的温差大概是3到15度左右 那温差非常的剧烈 这时候你一进到我们的 这个室内的时候吹到冷气 这时候你的表皮 马上的表皮的血液开始 就会刺激你的胶感神经 血管就会收缩 因为它怕过多的热量散失 血管就会收缩 我们代价说缩起来 就是血管缩起来 缩起来的时候你的血液 有时候有人头痛也是这样子吗 在外面很热就突然吹冷气 因为太热了 对 然后吹冷气就吹到 就吹到心肌梗塞 对对对 这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要提醒民众就是说 其实在天气很热的时候 你突然要进到很冷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当然不是说不能做这个举动 但是你要让你身体可以 就所谓的适应这样温度 不要突然的变得这么冷 那国外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它很热的情况下 因为口干舌肠 它灌大量的冰水 灌进去你的体内 这样也不行 你就让你体温突然下降 会刺激你招感神经 因为外面是热的 里面是冰的 你冰的你直接灌大量冰水 而且直接到你的中枢里面 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内部里面 就是我们肠胃系统里面 会让你的中心的温度突然下降 这个是最危险的 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有一些人 他进到这个冷气房的时候 他表皮开始慢慢影响到你面 可是你大量喝冰水的时候 他直接就在你的内脏器官里面 你的胃里面 你的食道里面 这个你的中心温度会突然往下掉 这时候会刺激你的神经更明显 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心悸 然后头晕 然后开始就有一些症状出现 所以这个后来这样的一个 这个人是后来猝死 因为他可能是心肌梗塞 或者可能是脑中风突然大 严重的脑中风 这个都要非常小心 那你要就是回到你的根本就是 你要怎么去保健你的血管 你要怎么吃 你保健好你的血管 就可以大部分预防中风 预防大部分的中风 就是血管的保健不外乎 是少油 少烟 少糖 少淀粉 然后就刚刚跟大家讲的 多吃一些高膳食纤维的 蔬果类的可以多吃一点 那另外的话就是 老人家还是要提醒 要多摄取一些蛋白质 这个老人家会增强你的抵抗力 糖是不是也要少一点 糖是要比较少一点 糖就是会让血管发炎 少油 少盐 少糖 少淀粉 四少 大家要记得 我常常会讲说吃清淡一点的 少油 少盐 油就是基本上 除了不饱脂肪酸的 鱼有这些另外动物性的油脂 这些油脂一定要少一点 少盐就是盐会造成高血压 所以不要吃太咸 所以常常医生会跟你讲 心脏科医师会跟你讲说 不要吃太咸 不要吃太咸 吃淡一点 清淡一点 因为老人家有些时候 他的味觉 他可能也是会比较退化 有些他可能就是吃重咸 要无咸不欢 但是我现在是无糖不欢 他是无咸不欢 一定要吃很咸 吃那个酱瓜配酱油什么东西 太辣了 对 卤肉之类的 当然我们是说 如果吃一点点没有关系 慢煮口浴是OK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平常的话不要吃太多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少油 少盐 少甜 就是糖分要摄取少一点 不要吃太甜 那另外的话就是 淀粉类的制品 精致淀粉 像面啊 面食啊 面包或是饭啊 米饭这些 当然不是不吃 但是主食很重要 但是你稍微适量 好 这个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